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姑娘说是丫头 一看就不是丫头出身 至少没有经过好好的理料 婢女微微一笑 示意她安心 听着娘子哦 睡不多时就会醒的 是 半琴忙硬生事 婢女看着换了衣裳出来的半琴 露出赞叹 哼 果然合身 她笑道 一面进前帮忙整理衣裳 看到脖梗上勒得瘀痕 装作不经意拉拉拉一领遮掩 半琴低下头 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 只是忍不住又要掉泪 来 坐下 我帮你晾头发 婢女笑道 推着她坐下 拿过手巾 抖动擦拭 半琴一开始不敢 但又不敢硬不敢 最后只得坐下 自己擦拭另一边 婢女不时地找下话说 渐渐地引着她心安几分 半琴迟疑问道 姐姐 以前在家里 谁跟前的 倒不是她想问这个 只是想要开口说话 我 我在我家跟着老太爷呢 老太爷 半琴正要说什么 礼物传来成交娘的声音 半琴 成交娘喊道 屋子里响起两个硬声 婢女看半琴 半琴惶惶低下头 娘子醒了 我先去看看 婢女名字一下说道 抚了抚半琴的肩头进去了 半琴看着晃动的连长 正正一刻 轻轻地叹口气 屋子里 成交娘饮完一杯水 婢女伸手接过 她问道 煮了芋头粥 要不要吃 加了 熬 婢女点点头 那 要一点 成交娘也点头说道 是 婢女运生士出去了 屋子里就只剩下成交娘和半琴 半琴一直低着头 此时听得婢女出去 整个人又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 你知道 我以前是不习惯说话 现在呢 是不喜欢说话 婢子知道 半琴哑声说道 一张口 眼泪便止不住 又不敢哭 强忍着 原本就咬破的嘴唇再次伸出血来 眼泪再忍不住 滚滚而下 忙又胡乱地眼中擦拭 成交娘看着她一刻 你是想再回来 有脸有皮的人都不能回答想 但是 半琴俯身在地 她曾经顺着自己的心意 肆意地做了一件错事 那为什么不能顺着心意 肆意地舍心脸面 再做一次想要做的事呢 她哭了 叩头说 彼此想再回来 那就回来吧 半琴不可置信地抬头 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 看不清眼前女子的神情 但我近身不需要那么多人 成交娘接着说道 半琴咬住下唇 不敢出声 她说了自己想要说的 不管什么结果 她都接受 你去宅子里吧 宅子 半琴有些没反应过来 抬起头看着成交娘 门被敲响 金边打开门 有些惊讶 她高兴得喊道 半琴姐姐 你又来了 婢女从车上下来 笑着扔给她一包米饭 丫头也闻声出来了 还被打招呼 就见婢女从车上 又掺不下一个丫头 不用我介绍了 你们都认识吧 婢女笑着指着半琴 丫头和金哥看着半琴 都正正一刻 半琴在成家时候不长 丫头过了几天 她就走了 记忆已经模糊了 而金哥则是根本没见过 你 你是半琴 丫头一正之后 认出来说道 金哥闻言也恍然 喊道 哦 你就是那个当初伺候娘子的 后来跟人家跑了的半琴 半琴面色惨白 低头 便利盲抬手 打了金哥一下 她瞪眼喝道 你胡说什么 半琴姑娘是周家的人 回周家是自然的 金哥也知道 自己说话唐突了 善善的 哦 我姐姐还让我谢谢你 她灵气一动 想到挽回的话 盲大声说道 我姐姐就是念着你的恩情 所以才托我去照顾娘子的 半琴牵强一笑 问道 哦 你姐姐是 哦 春兰 四公子身边的春兰 你不是帮她治好了 四公子的病吗 她也会治病 果然是曾经跟过娘子的 丫头和婢女都看着她 半琴如今别的不会 看人眼色却是尽意了 她牵强一笑 哦 不是 她看着金哥说道 那不是我治好了四公子的病 是娘子治好的 我做的事 都是娘子教的 金哥愕然 玄机恍然 这是娘子买来的宅子 婢女拉着半琴说道 她到底不愿意喊半琴这个名字 便干脆不喊 金哥一个人正住着无聊 你来这里帮帮她 收拾擦洗的 说到这里 又拍拍她的手 凑近一些 金哥年纪小 说话不懂事 你多担待一些 半琴摇摇头 指住她的话 姐姐 我知道 只要听娘子的话 就是没错的 我不会多想的 事实就是事实 如果我还认不清 还怕人说 那如何才能好好的 婢女含笑 拍了拍她的手 就说嘛 都是叫半琴的 都是对得住这个名字的 她笑着 一面眼嘴 哎哟 我又夸自己了 你别笑话我啊 半琴笑了 虽然笑得还有些怯怯 但眼中黄黄 已经减去了很多 看着婢女坐上马车离开 我锅里还烧着饭 正好多了 够咱们三人吃 丫头笑道 一面又喊金哥 去拿些柴来 是 金哥应声要去 半琴忙想先一步 我来吧 她说着 卖进院子 丫头含笑跟去 金哥走在最后 转身关门 哎哟 多了两个人 是饿闹了 只是 这么多半琴呢 少年挠了头 一脸纠结 哎哟 怎么称呼啊 三月里 第一场春雨过后 天气变得几分暖意 成交娘的小书房里 陈丹娘放在手里的笔 她揉了揉笔头 看着对面还在认真写字的 成交娘和陈十八娘 执意一刻 提着裙子 捏手捏脚地走出来 小院子里 还带着春泥的湿腥气 地上花圃里 青草茫茫一层 陈丹娘深吸一口气 十九娘 婢女在屋门的棱下 坐着坐袜子 见她出来忙起身 你写完了 陈丹娘哒哒地走过去 在另一个地地上坐下来 看着院子吐口气 我写了一张了 她说着一面晃着手腕 我在家做完功课才过来的 说着绝嘴很是委屈 来了不能玩 反而还要练字 早知道不来了 十九娘还小 写一张就好 再等一盏茶时候 娘子和十八娘就写好了 能和您玩了 婢女说着一面放下针线 我给你拿点心去好不好 娘子昨日亲手做的 好啊 陈丹娘拍手说好 看着婢女起身 从屋内断了碟子 黄的 白的 黑的 方的 圆的 灵状的 散漏在几个盘子里 软糯 香甜可人 哇 陈丹娘说着 伸手接过婢女递过来的银勺 便不再多说 高兴地吃起来 等陈丹丹娘和成娇娘席次结束出来 陈丹娘已经将盘子都快要吃光了 哎呀十九娘子不能吃了 婢女抢过盘子说道 小时不得当饭吃呢 好姐姐 让我再吃一个 陈丹娘挤着勺子 哀求道 丹娘 不许无礼 陈丝八娘忙说道 姐姐 成娘子做的点心 特别好 陈丹娘拉着她 眼睛亮亮地说道 我知道 陈丹丹娘笑道 陈老太爷带着陈丹娘 路途中育成娇娘 已经成为家里人 闲谈都会提及的故事 其间的细节 自然没有漏掉 陈丹娘吃了人家的红豆糕 虽然小 但陈丹娘的家教 不会让她嘴馋贪食 再者 陈家也不是缺一少食的人家 既然如此 肯定是贯常未见过 未吃过 又美味的 陈丹丹娘说着话 目光看向一旁婢女手里 拿着的托盘 盘中紧上两个竹筒 哦 这是 妆筒脚鼠 婢女看到她的视线 含笑解答 嗯 好吃呢 里面有枣子 栗子 陈丹娘忙忙说道 这边陈丹娘放在手中的水碗 娘子要出门了 婢女忙丢开小时 问道 这是这些日子 陈娇娘的习惯 每日早饭过后 与陈十八娘洗字 然后出门去玉带乔宅院 吃过晚饭后再回来 陈丹娘文言 也不再纠缠吃时 站起来 陈丹姐姐 你去我家玩吧 改日吧 那不如 改日我起娘子出去玩 陈十八娘说道 一边说话 几人一边往外走 如今三月春暖 正是踏青好时候 陈十八娘接着说道 对呀对呀 陈姐姐 我们一起出去玩 陈十八娘 拉着陈娇娘的衣袖 仰着头说道 陈娇娘点点头 好 二门外 陈家的马车 已经赶过来了 但陈家的马车 却没来 一个仆妇不安的说道 娘子 因为夫妇和娘子们 即日都出门了 所以 一辆马车都没有了 婢女树梅不愿问道 只有那些 仆妇丫头们做的 那做我的 你要去哪儿 我送你去 陈十八娘吗 说道 好 那谢过 陈娇娘说着 微微点头道谢 似乎一眨眼间 春天就来了 街市上满目明媚 三花而过的男子们 越来越多 车锋 二门 娘子 前面过不去了 换条路走吧 牵着帘子 看外边街景的婢女 忙将视线向前看去 果然 见前方人群涌涌 哎呀 我忘了 她恍然的 回头看陈娇娘 娘子 今日放榜呢 陈娇娘也向外看去 陈十八娘问道 嗯 这还没到果子见呢 人就这么多了 逼你回头笑 陈娘子不知道 半夜就有人占位子 这条街都会被人挤满 陈十八娘也不由向外看去 果然 这黑压压的人潮 向着这朝街上涌去 其内不时传出 欢呼叫喊声 偶尔还有哭声 婢女跳下马车 左右看 和车夫说 从哪里走 半秦对京城 倒是甚是熟悉啊 陈十八娘说道 看着外边的婢女 陈十八娘说道 她在这里 生活多年 哎 姐姐 那你也在这里 生活多年吗 陈丹娘不解的问道 没有 陈十八娘说着 目光看着外边停留 陈十八娘制止 还要再说话的陈丹娘 随着陈十八娘的视像看去 见人来人往中 一个年轻男子 站在了半前一旁 韩元朝 韩笑说道 真巧 竟然又遇到了 韩浪君 你来看榜呢 婢女一时韩笑说道 神情带着几番亲切恭敬 娘子为这个郎君 花费了那么大的心思 可见对娘子来说 一定很重要 韩元朝点点头 笑道 不过三年后 还得再来一次 对你安慰道 韩浪君 莫要丧气 韩元朝点点头 韩笑说道 不丧气 我又不是那等出人才知 怎么一次就中 见他并没有太明显的郁郁 对你放心了 韩元朝的视线 看向马车 啊 我和娘子们出门 婢女王说道 犹豫一刻 见车中并没有成交娘 要见韩浪君的提示 便也没有动作 韩元朝让开一步 哦 不日迹象离京 在京中遇到也是缘分 那就自别过 他说着 一面失礼 君姐姐与翁主带礼 婢女王还礼 韩元朝含笑点头 转身走开了 一旁等候的同伴们 门跟上 狼君 婢女们喊道 韩元朝几步外 站住回山 婢女忍不住问道 狼君什么时候走 三五日后吧 韩元朝说道 拱了拱手 转身大步走开了 同伴笑道 嘿嘿 不知道那车里坐的 是不是就是打算 捉续的娘子 韩元朝回头看了眼 见婢女以及那辆马车 不知道拐到哪个巷子 看不到了 他摇头笑 不知是笑同伴的话 还是笑当初那婢女 寻来店中时的误会 如今没这个担忧了 他笑着说 一面伸手扫量几身 没人会捉络络的秀才 哈哈哈哈 大家笑起来 不过 这笑到底有些落寞 哎 那辆马车 一个同伴呼的说道 欲言又止 其他人看向他问道 马车如何 那同伴迟疑一下说道 马车如何 好像是陈少陈相公家的 陈相公 在场的人都面色惊讶 忍不住回头看 马车自然看不到了 啊 对呀 我也想起来了 我说怎么那个灰迹 有点熟悉 接二连三的声音响起 大家的视线 顿时又看见韩元朝 韩元朝一时面色惊讶 一个同伴喃喃说道 陈家 元朝 你差点做了陈相公家的女婿 韩元朝回过神 嗨了声 说道 唉 羞的呼言 根本没有的事 同伴们才不理会 这个小插曲 驱散了众人心头的郁杰 嘻嘻哈哈的笑起来 在另一条街上 一队人马也停下来 看得明显 像一个方向 涌涌而去的人潮 再往前 就到了谷子金所在 街上是看放榜的人 此时定人已经堵住了 这可不好驱散 为首的二人低声说道 一面调转马头 一丈鲜明的人马 粗拥着一辆马车 郁王 胡子贤这边走不得 我们要绕路 二人回禀道 车内男生说道 绕路吧 世卫领命 调转车马 才要前行 车窗帘 猛得被掀起 露出形容的少年说道 慢着 众人一正 忙停步不动 静安俊王看向一旁 这里是一条过河石桥 因为今日放榜 浅京城的热闹 都勇气鼓子剑 所以 一向热闹的桥头 反而冷清了下来 一辆马车 停在桥头处的 一间宅院前 三个婢女 正扶着两个女子 并一个女童下车 看到其中一个女子 静安俊王的眼 顿时眯起来 既然来了 进来作作 程娇娘转头说道 能得到这女子 开口要巧 极其难得 陈十八娘和陈丹娘 自然应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